美国现在为了禁止TikTok已经开始推动立法了 民主党提交了一份编号为S686的法案 名字是限制通讯技术安全威胁法案 这个法案引发了美国网民的热议和恐慌 为什么呢 里面明确写着 如果美国公民跟企业使用被禁止的外国网络服务 将会被罚款最高100万美元 或者是监禁20年 这个事结合之前美国国会刁难TikTokCEO 美国人一下就炸锅了 美国网民的理解是 如果TikTok被美国禁止了 那一旦用大家都懂得的特殊方式访问TikTok 比如说用科学佛跳墙的方式 那在美国的下场就是罚款加坐牢 哎呀 曾几何时反贼跟1450最爱对我们说的就是 快回墙里去翻墙违法 结果现在在美国真的应验了 翻墙真违法了 而且下场还是如此惨烈 反贼1450是瞬间傻眼 那可真是 垂死并终 惊作起 强国净是我自己 看见了吗 泡们 现在咱们中国是越来越开放 反倒是美国是越来越封闭 人家这哪是建墙啊 是直接铁丝电网都给你拉好了 说归说 笑归笑 是别拿老美开玩笑 如果这条法律真的通过了 会对海外华人跟留学生产生非常重大的影响 因为所有的中国APP都不能在美国使用了 面对这样的美国 大家做好心理准备了吗 因为你这样的美国 tal人是为什么孙小莫 好